高雄城中城大火火警酿成了重大的伤亡 现在这对情侣党设有重嫌 那么附近的住户就表示了 两个人经常侵占大楼内的空间 呼喷饮伴来喝酒 酒锅三巡就大声嚷嚷甚至会打架 报警都难以把他们驱离 光是在今年就有五次的取缔记录 就连这个茶具行的老板也受不了了 还要求要设置巡逻箱 每两个小时巡逻一次 还是拿他们没有办法 尤其是这名黄姓女子 她的绰号叫做豆花阿姨 不仅是凤山区当地的头痛人物 甚至曾经教唆少年丢职汽油弹 讨债 酒驾等等 多次的进出警察局 可以说是前科累累 第一个时间怀疑就是他所谓 一提到两人既生气又无奈 城中城大楼火警 嫌疑人郭姓男子和他的黄姓女友 是这一代住户生活噩梦 两个人家的心情都不好 这对情侣党经常侵占大楼内空间 呼朋一半一起喝酒 酒过三巡大吵大闹 一言不合就打架 邻居受不了报警 警方来了稍微收敛 一走又顾台附谋 光是110年就有五次取缔记录 茶巨行老板要求设置巡逻箱 每两小时巡逻一次 还是拿他们没辙 尤其证明黄姓女友更是个狠角色 所居住的凤山区 每个邻居提到他除了摇头还是摇头 黄姓女友年轻时曾卖豆花 绰号豆花阿姨 2011年因为车祸赔偿谈不龙 竟然教唆少年丢汽油弹 被判刑七个月 出狱后2019年因为酒驾再遭判刑 甚至今年8月拿着空酒瓶 砸回路边车辆挡风玻璃 林林总总加起来多达11项前科记录 林林眼中问题人物 如今成了活警案嫌疑人 一场大火夺走46条无辜生命 两人设有重嫌 警方持续抽丝剥茧 理清案情 记者谢凯良家伟 王秋成高雄彩虹报道